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关系虽然对抗性越来越强 但还有很多合作部分 不过最后还是绕回了美国人那套说辞 说要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这位老哥刚在阿拉斯加被我国外交官上了外交礼一课 怎么转头又开始打太极了呢 其实这也是布林肯家族传统了 布林肯出生于美国外交世家 不仅按部就班混进了政坛 干啥啥不行却当上了美国国务卿 还能借着在华盛顿的人脉割爆美国大小韭菜 本期消化一下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纽约公子哥布林肯的上流人生 很多人解释美国精英的时候 都喜欢用到一个词 老钱 old money 他们的基本特征就是 出生世家 继承大笔遗产 住在乡间别墅里 从小到大一路名校毕业 按照这个标准 布林肯比老钱还要高一级 是个典型的老权 布林肯家那简直就是上流犹太人的范本 布林肯他爹叫唐纳德布林肯 哈佛毕业 1966年在纽约和别人合伙 开了个投资公司 自己当董事 公司名叫Walbo Pincus 金融圈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大名鼎鼎的华平投资 开到今天 管理着62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 除此之外 老布林肯还当过纽约州立大学校董 美国驻匈牙利大使 老布林肯还有个兄弟 叫艾伦布林肯 当过美国驻比利时大使 02年的时候还竞选过州长 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 小布林肯的人生也和名字一样 bling bling的 布林肯的个人经历 同样是复课美国上流社会摩摆 从小就在曼哈顿上贵族学校 之后又靠家里的校友关系 进了哈佛学社会学 和众多世家子弟一样 布林肯也喜欢搞校内活动 在校期间 给校报写了不少文章 还认识个校友 叫格拉夫斯坦 这里我先卖个关子 一会儿讲 小布林肯从哈佛出来以后 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法律 1988年他法律博士毕业 正好当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他爹的安排下 小布林肯出入政坛 用家里人脉帮民主党候选人筹款 业余时间里还在乐队弹吉他 但当年民主党的对手 是共和党老将老布什 最后民主党惨败 小布林肯也没捞到啥好处 虽然出战败任 但小布林肯毕竟是世家子弟 不用像我们一样筹工作 1992年 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总统 任命了布林肯的叔叔 艾伦布林肯去当美国驻比利时大使 小布林肯也迎来了新机会 记得我刚刚提到格拉夫斯坦吗 这个人有个朋友 叫奥克斯曼 当时是助理国务卿 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 奥克斯曼正好需要一个助理 格拉夫斯坦就推荐了小布林肯 我认识个哥们 过去一起写过稿子 观点挺不错的 要不要看看 就这样 布林肯进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很快就被当时的 白宫首席演讲稿撰写人 罗伯特·博斯汀看中 成了白宫的演讲稿撰写高级主管 主要工作顾名思义 就是给总统写演讲稿 给总统写稿的人 光文笔好肯定不行 还要对政策了如指掌 甚至要比总统本人 还要熟悉政策 布林肯干了七年 写了不少稿子 内容从削减预算 到拉美毒品走私 从国际难民问题 到非洲民主化改革 一来二去 在角色层积累了经验和人脉 1995年这一年 白宫出了两对有名的情侣 第一对大家都听说过 克林顿和莱文斯基 第二对就是布林肯和希拉里 的特别助理 艾文瑞安 布林肯和瑞安结婚的地点 选在了华盛顿特区边上 最有名的富人区乔治城 这里值得提一嘴 George Town这个地方挨着DC 但到现在也没通地铁 主要原因 就是当地富人害怕穷人 顺着地铁涌进来 打扰他们的生活环境 2000年美国大选 共和党的小布什大胜 布林肯作为民主党的政务官 只能出走 不过人家布林肯好歹也是 外交圈子里的红人 不愁没工作 马上又去了DC著名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当上了高级研究员 2002年 布林肯能输着 艾伦·布林肯竞选参议院议员 虽然输了 但小布林肯混进了参议院 当上了外交委员会参谋长 巧的是 拜登当时也在参议院 是外交委员会主席 就这样 布林肯成了拜登的得力助手 帮拜登出谋划策 2003年 在布林肯的推波助澜下 拜登投票赞成授权 对伊拉克使用军事力量 批准美国入侵伊拉克 结局嘛 除了推翻萨达姆 其他目标几乎全部失败 到了2008年 布林肯帮拜登竞选总统 失败了 但时来运转 奥巴马拉了拜登一把 选他做竞选搭档 绕了一圈 布林肯又回到了白宫 担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奥巴马时代 布林肯是个典型的外交鹰派 不仅推动了美国武装干涉利比亚内战 还主导了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制定 支持沙特干预也门局势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利比亚到现在还在内战 叙利亚已经成了俄罗斯的后院 而也门的胡塞武装 依然活蹦乱跳 沙特根本无能为力 2014年 布林肯成为副国欧卿 当时恰逢克里米亚危机 布林肯又主张对俄强硬 导致美俄关系一直冰封到今天 也助力中俄在战略上越来越紧密 这一通操作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人菜引大 外交干到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2014年 布林肯的老同事 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出了一本书 里面说拜登完美避开了全部正确选项 布林肯作为拜登的顾问 难辞其咎 对于美国接应来说 2016年特朗普上台是个政治意外 但对于奥巴马老臣们 特朗普的激情执政 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地位 拜登在现任副总统之后 就开始出书赚钱 再加上到处走学演讲 在2017到2019两年里 拜登夫妇俩就赚了1500万美元 换成人民币那就是一个小目标 这一波叫极限对冲 只可惜 布林肯在奥巴马时代 不过是个副外交顾问 就算能出书 看看自己干的那些事 这书估计也没太多人看 但白宫官僚还有另外一个门路 就是靠着任上积攒的人脉 走正商旋转门 去私营公司当顾问 帮助企业拿订单 举个例子 奥巴马时代的国防部政策副部长 米歇尔·弗洛诺伊 主导了在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军事政策 他下台之后 去了世界第二大咨询公司 波士顿咨询 用人脉拉国防部客户 四年内 这公司的国防部订单额 就从零涨到了3200万美元 弗洛诺伊本人 年收入也有45万美元 不过相比弗洛诺伊 布林肯更接近政策制定核心圈 人脉质量只会更高 再加上公子哥出身 打工系不可能打工的 自然看不上区区45万美元工资 与其帮企业割韭菜 不如自己动手割 说干就干 2017年 布林肯拉上弗洛诺伊 自己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叫West Exec Advices 西行政顾问公司 这个词美国人一听就懂 但对中国的观众们 我还得解释一下 West Exec 指的其实是West Executive Avenue 西行政大道 是华盛顿特区的一条路 旁边就是白宫的西翼 这条路周边 我们团队Fred之前经常去溜达 常年封闭 只有工作人员能通行 布林肯取的这个名字 放到中国 等于有公司叫 西长安街顾问团 名字都已经这么露骨了 公司官网上更加张扬 首页明目张胆写着 把白宫战情室搬进董事会 有一说一 这公司的团队配置 和白宫战情室确实也差不多 里边有前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前国务院特使 还有前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横跨情报外交国防三界 影响相当广泛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说法 这个公司客户包括美国军工复合体 私募基金 还有对冲基金等等 举个例子 谷歌内部智库Jigsaw 就和West Exec有长期合作关系 West Exec高管罗伯特沃克 之前当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 就开始和谷歌合作 打算开发均用无人机AI 虽然后来两边公开解除了合作 但根据美媒调查 私下里双方还在勾勾搭搭搭 靠着和商界合作 West Exec在这四年里赚得拨满盆满 到了去年底 布林肯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时候 按规定要和公司剥离 他手里的股份 据估计有近600万美元 人家布林肯不是张麻子 没有只是大货的觉悟 他不止割公司的韭菜 连美国穷人的油水也要刮 2018年 布林肯又拉上老熟人弗洛诺伊 一起成立了私募股权公司 松岛资本 松岛资本就是个SPAC公司 全名叫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但它还有个更贴切的别名 叫空投支票公司 简单说 就是一个人注册了个空壳公司 啥业务都有 但啥都不干 直接拿到美股上市 凭什么能上市呢 因为这种公司承诺 将会拿股民的钱 去投资那些有前途的公司 是真正的共享金融 老司机带你一起风投 有钱大家一起赚 去年疫情在美国大爆发 不少穷人拿到了救济款 自己又没啥理财知识 就把政府发了用来买披萨的钱 贡献给了这种空投支票公司 2019年 只有59个SPAC公司上市 总共募集到了136亿美元 到了2020年 直接上市了248家 圈了830亿美元 松岛资本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专门投资国防和军工事业 官网上这么介绍自己 松岛资本的 华盛顿特区合作伙伴 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网络 以及深厚的行业知识与经验 与投资团队一道工作 以进行交易 分析 中标 完成交易 并直接为我们的投资公司 提供建议 大家是不是听懵了 翻译成人话就是 快给我们钱 我们上头有人 知道哪些公司会中标 这市场到处都是巧合 就在布林肯被宣布 提名为美国国务卿的前六天 松岛资本公开上市 更别说 松岛资本的合伙人 除了布林肯和弗洛诺伊 还有个更重磅的人物 劳艾德奥斯汀 也就是现任美国国防部长 光靠人脉还不行 搞金融还得有专业人士 实际运营松岛的 就是前美林银行CEO 约翰·塞恩 这位老哥 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向公司索要3000万美元奖金 光是装修他的办公室 就花了120万美元 除了他 松岛资本的成员 也都是美国商界 有头有脸的人物 比如高盛前主席菲尔库珀 可口可乐前高管 克莱德·塔格等等 这帮大佬帮你运营 是不是听着就觉得稳了 但问题来了 要是风头真这么容易 大佬们凭什么帮你赚钱呢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统计 2021年初 新的SPAC公司上市的第一天 平均涨幅就能超过6% 也就是说 发起人基本上是稳赚的 但一旦把时间线拉长 数字立马难看了 在过去10年 通过SPAC合并上市的 114家公司中 如果投资者在交易日首日 购买了合并后公司的 普通股票并持有1年 则平均损失15.6% 如果持有3年 平均损失为15.4% 但对于布林肯和奥斯汀来说 自己根本没有必要长期持有 根据美国法律 入阁前 他们必须和公司脱离联系 布林肯也借着这个机会 成功脱身 割完韭菜就跑 不愧是事了服一去 深藏公寓名 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的 自我介绍一栏 写着丈夫 父亲 非常业余的吉他手 以及第71任美国国务卿 前两个身份 算是常规操作 亲情牌吧 但把心血爱好放在正直之前 在我看来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布林肯热爱摇滚乐 喜欢劈头饰 他妈就能给他搞到 约翰烈农的签名 还是从小野养子本人那边弄来的 什么叫排面 上流美国人吧 当个国务卿 这叫分内之士 没什么好标榜的 巧的是 近期中美安克雷奇那场对决上 实力打脸布林肯的老虎羊 业余也爱玩弦乐 唱得一曲好平寒 杨洁篪生在上海一户普通人家 一路靠自我奋斗 成为共和国外交事业的领头人 当他对布林肯喊出那句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食 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一键三连 激励我们保持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号 瑞尔谷之轩 我会在那里 与朋友们进行更多的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